接下來我們要看一個影片跟看一個動畫 這影片裡面一開始 他一開始他標的那個數字 他說他掛多鐘他標錯了 他標他身多長他標錯了 不過最後是對的 他開始掛 定好一個零點 從零開始做 從零開始做 好 掛一個20克重 他寫錯了 他應該是5.1公分 他應該是5公分 他這樣10 打到60 好 再換一個彈簧 再做一次 好 就是這樣子 純一條直線什麼意思啊 純正比 這叫做外力會跟 增長量成正比 好 外力會跟增長量成正比 那還有兩條線 所以兩個不一樣的彈簧 這件事在國中基本上不討論 他要 他要模擬一個彈簧的狀況 好 模擬一個彈簧的情形 好 來 這個彈簧 掛個100克 然後就會深長 也掛一個100克 那也深長 這兩個深長是一樣的 表示這兩個彈簧是一樣的 然後呢 我們有個3 目前是一樣的 所以正常一樣 這個調整他的硬度 變得所謂的比較硬 就說的比較短 就說不一樣的彈簧 在高中他會叫做彈性係數 這件事在國中基本上不討論 有一年學者兩個彈簧 串在一起 有人就在該說 這是高中考題 不用 因為那一題用不到彈性係數 就被解題 這也是國中考題 但是我們國中生 基本上沒有討論 這種 不一樣彈簧 怎麼樣怎麼樣的狀況 然後呢 剛才講過了 他會跟外力會跟形變成正比 所以我掛比較長就會怎樣 深的就會比較長 然後呢 考試就可以考你 考試可以考你 好 我掛這麼重 會生多長 或者我生多長 表示我掛了多重 掛多重 那麼這個是在地球上 這個引力 那如果把它改在月球上 因為月球引力比較怎樣 小 所以身材就會比較短 因為力量比較小 我們前面講過 好 他不過我們基本上 我們國中生也 考慮說應該在地球 應該在月球的狀況 那你知道這個狀況 可以了 這就是所謂的 虎克定律的狀 虎克定律的情形 好 讓你了解一下 就是掛上去會有個形變 然後我可以根據形變 求外力 可以根據外力去求形變 這就是你所需要學會的事情 OK嗎 OK